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智能感知的硬件做了极大的动力 因为这个车在目前很领先的激光雷达一配就配了三颗 除了前向的之外 两边还有两颗激光雷达 它对于暗光的感应是非常到位的 这边也是HR 华为 Insight的 而同时它的这个豪昂波雷达 就是我们常规的AC使用的这个雷达 一般目前比较先进的方案是五颗 它配了六颗 除了一个前向和四个角雷达之外 还有一个后向的雷达 而同时呢 十二个超声波雷达 这种博车经常会用到的 以及十三颗摄像头 可以说在硬件的感知元件上做的是非常到位了 那实际的表现怎么样 咱们今天一起就来感谢一下 我们体验的第一个项目 就是开放道路的NCA制驾导航辅助 而且还有幸邀请到了阿弗达科技董事长 兼CEO谭本洪先生与我们一起体验 那我们现在出发 对 可以啊 如果他们都准备好了 我们就走 OK 这样就可以开始了 好 你看这个车 后面有车 其实它直接就选择了这个 刚才它是一个红色的快快 它冰线速度很快 它立刻就进入了一个说我要走的快速车道 所以这就是效率其实对于加持辅助来说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对 进出大道 看一下进大道 它其实逻辑还是比较清晰的 它会先扔一个框出去 哦 然后又迅速到来超卡车 对 你看它是超卡车了 速度立马调到了80 对 MAX8X5它给你上上加了一点 又在变了 哇 它支音效率好高啊 高得很 这个真的高 我跟你讲 而且我刚才第一感受是什么 咱们盘桥上来的时候 那不是一个很大曲率的弯道吗 方向的手感非常柔 而且没有一点多余 就我觉得 它不会你以前很多车这样转转转 它不会它就揉过去就 其实谭东我有一个感受是什么 就是有时候我们做评测 你会觉得这些驾驶辅助还OK 因为我开车也是这样的 但后来我观测到我们同事 包括我家里人开车 基本上现在这个水平是要比 就是我们身边朋友人强很多 对 好 可以感受一下 看这边有车 出大道 这边也是有很多 它这边也是有很多 它这边是300多米就要 你看它的变化 OK 你看它看着后面有车 它别慌 然后它又进来了 OK 它把前面的车避让了一下 对 哇 好聪明 我完全是没有进行任何的干扰 对 然后我其实手也是要浮发案板的 对 这个是我们法规的要求 这个车是电容式的这个感应 就只要摸着就行了 你不要拍它两下 或者靠一下就行了 这个也是一个解决安全问题 还叫我们以前像特斯拉 或者现在很多绝大多数车 都是靠一下 都要拧一下 那个特别不好用 特别是在弯道的时候 你要去拧它的时候 你就出现了你跟它在共抢 对 好 这也是一个很难的 前面还有一个洒水车 我右边还有一个车 别慌 你不你不动它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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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是我们日常驾驶 会碰到一个非常复杂的场景 右侧有车要超车 前面有一个洒水车 然后我要并入扎道 而且是连续的并入扎道 也在会了 然后这边还有卡车 别慌 没事 它自己会 厉害的 厉害的 我觉得一般我开过的这些车型 在并入刚才这个车 他不敢 应该是 他不敢坐 第一它是停 要并了也是先并过去 然后又回来 因为碰到有卡车 它那个时候可能 如果没有侧向的急往累来的话 它会先办到 我先并 并完之后 哇又闪过来 这个车你看 一直在这个过程中 没有多余的在找的动作 对 它没有多余的找 它的效率很高的点 就是它如果决定 它要去做一件事情 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它就只要前后OK 它就会过去 其实老司机 跟新手司机的差别就在这 老司机就是对于 所有炉框判断会非常准 我一把就能并到线里去 对吧 这是咱们人的驾驶 而它的感觉现在就是 我觉得应该是咱们的 这种驾驶的硬件 就驾驶辅助的硬件 它的判断数据非常多 对 所以它判断的非常准 它干任何一个事情的时候 就没有任何的一丝犹豫 我觉得刚才今天 这些复杂空旷 哇 有点惊艳 有点惊艳 当然我们还要不断地调 我们觉得这台车 其实这个整个的变道 和换道的效率会非常高 当然就是可能我们 在什么舒适性上面 可能有些 比如说刚才大货车 对吧 它靠近了 其实没有任何安全风险 对吧 这个我觉得它是对的 但是可能驾驶员来说 对驾驶员感觉 你怎么靠到那个边上去了 对吧 就是这个问题 因为人的眼睛 我们对距离的判断 没有激光雷达那么准 没有 所以当我们用自动驳车的时候 特别我们在自动驳车 那个场景 就是它的判断会 非常的精准 你会觉得我要碰烧 但是其实车可能说 我还有很多冗余 对 所以这就是机器判断 跟人判断的一个 人是凭经验 它是看数据 对 我今天这几个负载场景 可能我们也是没想到 一上来就 一上来就来了个蓝点 对 但是它表现 真的很出色的点 在于说 没有一丝犹豫和多余 很稳 很稳 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到了这个曲率 来一下它就走了 它不会这样 这个应该跟 跟这个底盘的这种 行驶稳定性 和质感 它也有关系 是 它整体的安定性 特别好 而且整车的行驶 精密性很好 外面还挂了GoPro 如果把GoPro去掉的话 它这个会有一点噪音 对 安定性还要好 前面有车极减速 咱们也很舒服 对 相对来讲 还是可以 很舒服的 很舒服 它很线性 因为好多车以前的问题 就是很吓人 一咬 然后就大家 为什么很多人 不爱用驾驶辅助的原因 就是不可控 对 对 对 就是你跟它 如果相处久了以后 你就会更习惯于它 如果你想变道 这些其实也是可以的 你打转弯灯 我可以挑战它吗 你可以啊 挑吧 挑战吧 现在我这边有车 你看没有 很漂亮 99%我遇到的车 在这个时候都会 它会有一种机器 用很温柔的那种语气高 你有病吧 就是那种 你为什么在这种情况 要并线 因为你旁边是有车的 但是咱们这个车 是减速一点 然后很自如地并下来了 我们可以再往右并一下 可以啊 没问题 这还是一个带弯道的一个地方 对 你看它这方向盘 一点多余动作都没有 一点都没有是吧 很柔很柔 所以当我们都是遇到一些慢车 我想要超车的时候 可以自主 对 你也可以自主地去超 它现在判断前面有慢车了 因为它有慢车 它想超 但是现在不行 看见 后面有车在加色 对 其实那个车刚过去 它就开始并下了 这么开的效率真的很高 这就是我说的转向 你看这么大曲率 它一直很温柔 前面也有车 以前我看的老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S型的 你看整个的 它一点都不生硬 对吧 昨天我跟君主两个在车上 后面他们跟了一台车 他们说我这个车 怎么看起来有点嘴 感不上 但是我在车里 他们从车外可能看 觉得这车一直在 并线超车 它以最高的效率在行驶 但是我坐在这 我觉得我还是很安全 感觉还是可以 我没有觉得 它是一个冒失的那种 对 它所有的操作 是非常线性可控 而且让你觉得 就应该这么做 是最聪明的做法 你看这里其实也是个 很难的点 对 你看没有 这边有上 这边有下 其实这是一个很难的点 而且特别这种扎到 有两条车到的时候 车一多就很麻烦 它在并 OK 你看这方 一点多的都没有 然后接着往右并 再并一下 然后跟前车 跟的是挺近的 这是一个效率很高的点 因为我们在上海 北京如果不是这个距离的话 肯定有让加三了 绝对急死你 立马就车加进来 我觉得这个效率和距离的判断很好 它这里这个路况 你看到没有 它一上这个道以后 它马上就进这个道 进左侧 进左侧这个道 现在我们还在OTA 但你发现有个小bug没有 它过这个道的时候 它没有打转向灯 这个我们昨天晚上讨论了 已经要马上要 优化 要结束这个NCA了 它有足够好的提醒 轻点一下刹车 然后就可以 我来驾驶就行了 我觉得几个体会 第一它的驾驶真的是很丝滑 就是像一个专业的老司机 而且是非常兴兴业业 专注在开车的老司机这种感觉 一点都不冒进 而且效率非常高 而同时我觉得整个的效率 就是在并线 这种超车 我们对它的任何的这种控制 它都是非常游人有益 因为今天咱们更多体验 智能嘛 没有说这个车的驾驶 因为最初我们在试装车的时候 驾驶表现就已经挺出色的了 这车的行驶的质感 底盘的质感 非常不错 非常不错 其实咱们说 自驾这部分能有一个这么丝滑的控制 跟整个底盘的调教也是有关系的 其实人的驾驶会疲劳的 但是机器是永远可以一直这样干下去 是吧 对就是这样的 今天我们没有试不同的这个模式 但是现在跟目前这个模式下 就是它的质感很舒服 而且是那种很柔韧的把这些电波给过滤掉了 开车了 对 我很担心你 我跟你说 太在提醒 我要跟着你开车 好的 说到了 其实你刚刚才用了 我已经非常熟悉了 其实一个好用的系统也是很重要 你看得懂 而且你看 其实它信息不多 它没有太多信息 其实没必要放太多信息 在里面 你要有什么你可以自己滑 然后而且你要进入到设置一点 所有的你看 它关于亮度的或者显示方面的设置就来了 OK 而且这边地图一旦给我留着 这个就是很有用的一点 对对对对 整体很稳 你看停下来之后这种感觉都很舒服 对 就整个类似呢 它的这些用料啊 或这个它和传统的那种豪华品牌打造的那种 还是风格取向不一样 它用的比较环保或者比较清新的那种设计 就是以往的豪华老师那种堆料的感觉 对对对 但是咱们这个我觉得特别这个叫勤管窝流这个部分 对对对 它跟人的交互感我觉得还是挺温暖的 特别这边造型 我觉得现在很多是通过造型这种环抱的感觉 对 然后内饰的颜色啊 包括我们的这些材质 以往那种说把那些特别奢华的木头啊 很珍贵的皮子啊 装到车上那种感觉不是现在流行的了 对 它整个你看起步是非常柔的 嗯 你说想多来一点速度 其实它也是 对我身材一点立马就会起来 但是它过程衔接着是很线性的 不是有砰那种感觉没有 今天的这个很惊艳 我真的是觉得很惊艳 因为我们做这些价值辅助的体验是非常非常多的 嗯 行业里我觉得各种领先的我们也都体验过 包括说同样搭载 咱们说是华为的这种技术的车型也都有 但是毫无疑问 我觉得今天这台我是可以运一个最好的这两个字来讲 我觉得体验的主要点就是在效率之余 它很细腻 嗯 整个转向 底盘 它没有多余的动作 而且给我们回馈的质感 就让你特别安心 嗯 就是驾驶辅助最怕的就是来回找 它没有 它没有 今天这一路 老司机就不会修方向 就是一把就 一把到位 哈哈 这套从硬件到软件算法都来自华为全站自研的智能领航系统 实测表现堪称经验 判断准确 执行高效 最难得的是操作柔顺 胜过一众老司机 这不禁让我们对后续会通过OTA升级推送的程序NCA 也就是在有红绿灯和行人 飞机轮车等复杂情况下的智能领航系统更加期待 体验完了快速路 接下来是很多的新手司机最头疼的博车环节 自动博车大多车型只用超声波雷达和摄像头进行感知 而RVT-1的APA自动博车采用行波一体的全融合感知博车方案 将毫米波雷达和激光雷达的感知能力也加入进来 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断头路 然后还是一个反角度的倒进去 对 就是它是一个路线 现在这里亮起之后就说明算完了 然后我就可以松手松脚 它自己会先算 算好了 但是整个速度是很快的 包括雨水感觉它前进完了到切换倒挡 切换倒挡之后 在区域慢慢的打方向 其实比较柔顺比较自然 特别像有些车它可能要停下来 对 再愣一愣 愣一下 打多角度 看它打到一个角度 然后再往回回两下 而且特别特别的重这个方向 它是非常非常自然的 咱们这个车确实是很流程 就跟老司机的感觉是一样的 因为很少有 因为现在大多的车是挺稳的 方向打好了 再开始前进后退 它是其实前进后退跟打方向一起的 这就是我们在做驾驶培训的时候 经常会说不要远离打方向 但是现在好多电动车 它就是远离打方向 确实很流程 很快 而且如果说我开 可能就直直扎进去就好了 非要给它增加了很多的挑战 咱们车头朝外确实给它加一点 就结束了 确实反应速度很快也很流畅 这个调校的我觉得 很像一个乘数车企该有的感觉 而支架的最后一个项目 是在测试场地内体验乘区ICA 智能巡航辅助系统 ICA其实就是没有开导航的这套 驾驶辅助系统 对 它其实是车道居中保持了一个功能 现在已经开启了 那么在这儿我会把它的时速 给加到一个60公里的时速 那其实它在入湾前 就开始做一定减速的设定了 大致是在55左右的一个位置 那么其实这种隧道 我前两天看的时候 外边阳光很充足的时候 它对于这种物体是很难 也很难识别的 大公笔下它是很难去识别的 对 其实在这儿它是完成了 它这次的减速 并且基本上停车 它需要我来做一次变更 但这点它的操作 它的逻辑也是对的 遇到障碍物之后先停下来 对 所以如果是大公笔 因为我们之前做测试 也是在遇到隧道和这种强光 特别是夕阳光 有时执照的时候 那种人是觉得 确实是有时候会入派 对 那这个场景 其实我们遇到是最多的 隧道突然要修复 有人 然后你看它的一个操作判断 先是提示 打这样的灯 然后变道 它才看我没有做任何操作的情况 它做了这样的一个方式 然后我们在这儿 它在弯道当中 也可以采取像这样的一个车道变更 那在弯道当中 它认为这个弯道 我的控制的方式 虽然你给我把车速设定到60了 我还是可以采取 慢一点 那在这儿你可以注意一下 它打了一点方向 然后又回复到我们的车道当中 然后捡到50公里 这是很像一个经验丰富的驾驶者那种感觉 这是一大曲率的一个S1 对 然后这个部分是没有高精地图加持的 没有 完全没有 是吧 对 因为这是内部道路 对 好 我们在这儿就关闭了它的智能信号 今天其实对它的挑战会弱了一点 就是强光因为现在下雨 所以隧道的部分就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光比的反差了 对 但是之前我们肉眼看都很难看清楚那个大物 如果光比大的话确实很难看清楚 就是它整个转向 着闪都非常的稳定 就是很成熟 不是那种很毛躁的感觉 因为特斯拉的感觉很毛躁 而且可能可以看出一些技术路线的不同 这些用激光雷达的车型 无论是蔚来还是这个阿贝塔 在隧道里面对那个一个养着的车的时候 他们都很稳的停住了 但你说特斯拉在针对这种场景下 他不去做这种激光雷达都是错吗 因为可能在面对这种隧道里的场景 可能真的是万分之一的时间 你才可能遇到 那他觉得我说我没有必要花费成本 去为这样的场景专门做一些研发 所以就体验出了 我觉得一些坐车的差异 你像中国车企 无论是阿贝塔还是小鹏还是蔚来 我们都喜欢做出很多的荣誉 这跟中国人可能 我们传统是农耕文化 我们喜欢把自己的这种储备做的多一点 这样心里才踏实 但是特斯拉不一样 我就应用我80% 90%的场景 我把它做好 做的极致好 你像并线 像这种整个驾驶辅助的接入 他做的非常快 但是面对一些特殊场景的时候 他觉得我没有必要做这个事情 即便发生危险 但是因为有车躺在这儿 不是我的锅 所以这就是体验出一些倒车理念的不同 其实我们消费者选择的时候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选车的理念 来进行选择就OK了 而关于智能坐舱这部分 首先要说电动门 因为很多的现在这些新动员车型 是配备这种可以电动自己打开 然后包括说我们一关 可以自己关闭这种电动门 它虽然是一个电动门 但是你发现 你无论是开和关 它没有跟人较劲那种感觉 非常的顺 所以当我坐上车 脚一踩 这个门就自动关闭了 而想打开门 直接双击这个按键就可以了 它这么设置 是怕你单机进行一个误操作 我之前有一个同款 具备同样功能的车型 那个电动开 每次真的是犹犹豫豫 反应很慢 就觉得不太好用 而现在有了这些先进的感知元件 对于这个电动门的使用 也有很大的帮助 而到了车内 两个十到五寸的屏幕主副架 主架主要是驾驶信息的显示 包括说导航 然后胎压等等 然后包括你时速等等 然后副架就是娱乐用的 可以看看片 然后中间这个尺寸很大的屏幕 它的主要界面显示 这是导航 这是娱乐 这边是天气 包括一个能耗的卡片 然后整个车机用的芯片 是华为的麒麟芯片 然后好用的功能是什么 因为整个这种车机 现在智能化 大家体验已经非常多了 它的语音还是挺不错的 小塔小塔 我在 打开 我是一名煤矿工人 就是它能实现的一个效果是什么 就是你看到所有在你界面上的文字 可以直接通过你口说语音 就实现一个直接的操作 所以以后在车上 你一不用手用手机了 而且车机的使用 也不用用手去点 所有界面上的文字 都可以通过你呼叫小打小打 来进行一个直接的使用和体验 我觉得这个整个的识别的准确度和好用度就非常不错 这就是因为整套系统 它的底层逻辑 芯片开发都是由华为来实现的 而同时在这个应用里 你看到有一个华为的应用市场 里面的APP会越来越多 我们打开进去应用 你看像B站 优酷 斗鱼 高德地图 然后WPS Office 然后宝宝巴士 万年力 天气 网易音乐 就所有的APP以后会越来越多 而且这个车机系统也会进行一个持续的升级和迭代 所以今天我们不详细聊 它有多么多的体验 通过了一个电动门 通过了语音呼叫 通过了界面上所有的东西 可以通过我们语音直接来控制 来体现这个智能座舱的表现 还真的是非常出色的 这次对Avita11的智能驾驶和智能坐舱的体验颇为深刻 这套系统有堪比老司机的出色驾驶能力 还有比老司机更敏锐的危机感知能力 而让我更深刻的感触 是长安汽车 华为和宁德时代 三大巨头的强强联手机垂直整合 创造了一个更有效率 更精益求精的研发和制造成绩 因为无论是华为的支架还是鸿蒙坐舱 再或者是宁德时代的电池 车企们都可以把它们当作供应商 通过采购而获得相同的硬件能力 可在最终的产品整合上 一样的原材料却可以体验出巨大的差异 像Avita11 它的激光雷达或者是豪姆波雷达 算是数量最多的车型了 可造型却没有受到一丁点的影响 而750V的高压平台 以这次体验到最为惊艳的支架系统 都让我们看到了这三家联合之后的精细打磨能力 这也让我对Avita这个品牌 充满更多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